onCreate,onDestroy,onPause 我想這個自動啟動應該沒問題吧 按右鍵 然後呢程式,置換實作方法就這裡 你就找一下 再來的話 onPause,onRerune,onStop,onStop 那這幾個,那底下這個比較多,因為它這個 預設就會有,它會自動幫你載入Menu,那現在我們還沒有做Menu,所以其他不是 就不要去動它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還有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說呢 當我點選了這個按鈕的時候,我要觸發一個,點它的時候,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它結束掉 結束掉非常的簡單 那怎麼樣讓它可以被使用 我想基本流程都跟Hello World一樣 第一個你要使用它的話 你有三個步驟 你必須要宣告它為一個物件 對不對 第二個再連結它 第三個再建立一個事件 也是一樣跟Hello World一模一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參考前面的流程 然後在這個地方按Create的地方寫 宣告部分宣告在這裡,因為只要一個Button 所以請你宣告一個Button 然後把它載入進來 這邊有對應到一個Button 對不對 然後呢,再連結 連結B01就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呢 Set on Click Listener 我想這部分裡面只 就是 這個部分增加之後 方法 如果要把這個App關掉,非常簡單 就打一個Finish就可以了 這個建立事件應該有印象 一樣 一模一樣 非常簡單 點一下 Set O 打一個O就可以了 Unclick Listener New一個 也就是說你要在Button上面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Listener 那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這邊打一個Button 然後點之後的話呢 後面加一個 Unclick Listener 就是Set後面這一串 Unclick Listener 就是在Button上面建立一個 傾聽者 這個傾聽者就隨時掃描 有沒有 有沒有幫我點下去 那這個小瓜糊就是Unclick Listener 它的小瓜糊 然後呢,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就是大瓜糊 就是當 我有使用者點了它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觸發 這個大瓜糊 然後後面要一個結束符號 OK 有不要移動到裡面 新增問題